新的一年新智上路打工组合包后一点 基本工资调涨到25250元 实薪从160调涨到168 涨幅5% 245万员工受惠 而福利部分低收入户最低生活费 教育实习生的奖助金都有调高 大业上班喝咖啡提神 付出劳力未必有钱拿 这36年规定将废除 劳工职日夜班工作 员工超过正常工时得付加班费 雇主违法可罚百万 因应基本工资调涨 劳保投保薪资分级也调整 执灾保险平均费率调至0.2% 劳保年金勤领年龄也调高到63岁 减税措施则包括 基本生活费提高到19万2 纵所税也调高到9万2 遗产税以免税额也调高 老旧机车报费每辆补助2000 电动车免客牌照税则延长4年 每年雇1.1万辆电动车手绘 两大减税措施 我国电动车业合计产值可提升到1000亿元 高速行驶飞来恐怖纸箱 国道散路处理30分内不再免费 从3000起跳两车到double 30到60分钟每车到6000元 以此类推 开罚道安杀手 没打疫苗的病毒破口也要罚 过了一年又一年变种病毒持续肆虐 24场所高中以下学校社区大学短期补习班 试听歌唱场所展馆及拖映中心亲子馆等人员 其1237类对象全得完整打满两剂疫苗才能上工 而八大场所更是连顾客都要接种疫苗 需的一年病毒没完相对高风险者更得落实把关 TVBS新闻徐坏善用宣童 他也报道